大家好 你们看前面的东西是什么 这三张纸并不是普通的四方小纸 让我来表演一下 看到没有 其实这是一个纸陀螺 大家小时候都有玩过陀螺 对不对 今天就来教你们怎么做 我们今天做陀螺 我们需要以下材料 我们需要一支笔 来画线 我们需要一把扯 一个marker 等一下我们给回来画图案 还有一张纸 我们要陀螺什么颜色呢 我们就用什么颜色的纸 事先呢 我已经在这个纸上面 画出了那个陀螺的那个 那个纸的大小了 这个呢 是18cm对18cm 真正的是一个四方形的 一张纸就可以了 但是18cm对18cm 我们做出的陀螺呢 就是刚好这个size 比较让我们容易可以操控 那剪出了这个18cm对18cm的这张纸呢 最终呢 我们要把它折成一个小型的这个陀螺 好 现在跟你们介绍这个陀螺的这个原理 陀螺的这个呢 上面呢 看起来是四方 但下面呢 密密在下面 好 我们现在有这两边凸起的这个地方呢 这两边凸起的地方呢 形成了一个尖角 所以呢 我们才可以把它放过来 转动 操作像一个陀螺这样 那现在我们开始折了 好 好 我们把它给对半 我们在这个折这个纸陀螺的时候呢 我们折的那个折纸呢 我们都要把它给压线给按出来 这样呢 等一下我们做的这个陀螺呢 就很立体了 对半了之后呢 我们在另外一边的地方 我们也把它给对半 好 就这样的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开始折一些三角形了 这个这边呢 我们从上折到下面的那个中 中间的位置 好 你会发现到呢 那边呢 我们从下面呢 折到上面的中间的位置 好 我们看看一下 很好 准了哦 折了之后呢 我们翻开来 好 你会发现到呢 现在呢 还有两边的地方呢 它会 形成了一个很轻的地方 成一个这样容易的这样折进来的地方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要开始 动手的地方了 这个折出来的地方呢 我们 把它反面 把它给折进去 折进去了 然后呢 它的对面的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给 往下面这样 给藏起来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 我们把它给折进去 里面 对面的地方 把它往下面给 收起来 在这边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把它把那个 大边的那个 两个角呢 收进去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把它 在中间的时候 形成一个很固定的形状 在这个固定的形状之下呢 我们要折 进一步的那个 折进去呢 我们要把它折成一个 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这个空出来的角 我们要 往里面折 看到没有 现在呢 我在开始折这个形状呢 这个 小个的三 小个的那个 四方形呢 已经慢慢成形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折进去 看到没有 我们就把它放开来 把它放开来呢 这两个边边的地方呢 我们要再 要进行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 折的这个步骤 一样 这边也是要把它给折进去 好 这边折好了 这个时候呢 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做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地方了 这两个边边的地方了 好 我们从这边开始 我们现在把它给它折进去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这三角形呢 折向这个东西里面 这三角形折向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再折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小心 因为呢 如果你用的纸很厚 在这个时候呢 厚的纸 对厚的纸 我们再折进去的时候呢 让它比较容易破 好第一边做好了 收进去里面了 好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也是要这样做 一样要 一样这样做这边呢 我们要收进去这个 缝里面 好 这个形状已经好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边给做的更立体一点点 做立体的话呢 等一下呢 那个角呢 就容易操作 下面的尖角就才会出来 好 做好了 最后的步骤呢 我喜欢在上面画一个 一些图案 最好是这些圆形的图案 因为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就还可以看到了 这个圆形的图案 那我们先来画 来试试看 漂亮 完成 大家好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为你们带来的这个手工陀螺 大家小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呢 都有机会玩过陀螺 今天呢 介绍你这个方法呢 让你们在家里简单做 我在这边呢 希望你们大家呢 在家里活的都很充实 我是开心味的兵龙 下一次再见呢